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的报道当中 我们将探讨曾经获得 全球华文文学新闻奖首奖的 报道文学作者蔡慧平 深入挖掘台湾黑熊 568的悲剧经历 揭开山林保护中的复杂议题 透过了新书未完的旅程 她希望引发社会更多的对话反思 也希望唤起人们和山林环境的 共生意识 台湾黑熊他因为他是最后 是想要回家的路上被猎人给杀了 那我想知道的是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台湾黑熊568在2022年5月被射杀 568生前数度被山珠调所伤 野方后又返回人类聚落 568被射杀后 引起东堡人士一战踏乏 要求全面禁止山珠调 但林保护并未顺风 也未惩罚射杀568的布农族人 他毕竟是一只野生的熊 那团队设定的目标就是 希望这只熊在山口好了之后 还能够回到他野外的 增果的地方去 568误触山珠调 布农族猎人不知道 只要通报就无罪 因为惊恐受罚 干脆毁尸灭积 这中间有很多误解 山村居民用山珠调 几乎都是为了防止受害 而非黑熊 这些山村居民 他们比如说 他在山里面种田柿 然后种香蕉 那他可能就会 比如说猴子会来吃 或者是山珠会来吃 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一个上班族 我一整年的薪水 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 这是什么心情 你假设立法禁止了 OK 我不能用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 我还是想用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会偷偷用 许多保育人士 对猎人存有负面印象 但猎人真正的内涵 是管理山林的人 原住民与土地的关系 是共生永续的 甚至比政府更加保护山林 他们不是猎 他们是拿 那所谓的拿就是 老天爷或者是山神 要给你什么 你才可以拿 你不可以去强取 这种山林知识 就长久下来 他已经跟自然 已经有一套 非常的这种顺应自然 然后不会去破坏 他的棋地 或者是说 去赶尽杀绝 结责而渝 蔡惠平在探查568的死因过程 看见很多因为不理解 而引起的误解 她遇见一名巫师 想知道被安葬 放在大雪山下的568快乐吗 巫师告诉蔡惠平 568还是相信人类 回到大雪山山神边 她很快乐 我写到最后 我突然觉得 我真的觉得 她很像山神的使者 也很像个天使 让大家看见了 我们彼此之间的障碍 但是也因为看见了 你才会有机会跨越 然后大家才能够去走上一条 我认为是理解跟 你先理解了 你才有机会和解 这个和解包括人跟人 人跟动物 还有人跟自然 568之死 可能只是一个频繁的议题 引起社会一正关注 但更值得深思的是 568之死 能否让人与人之间 有更多的沟通 而不是站在各自的立场 批判对方 人间新闻成信 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 中秋节